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Kenny和大家吃下马场花生 哥哥那首不羁的风 今天终于在马场那里就唱了出来 这只不羁的风真情跑千六 由拉松去刹骑 轻胜对手而会 其实这只马上季在密道朗之下都可以赢两场 今季为什么交来交去都交不到差 摩尔已经连续打几张王牌 其实上场小弟继续这只不羁的风 跑了一百米 不断在那里塞塞塞塞塞塞 然后回来就跑过第二 今天真情之后就轻胜而回 赢了这只超班复星 这只不羁的风 今次就突然沿途放在三四位 直路一加速就很容易地彈来 而且超班复星过几马位就赢了马 其实阿摩队这只转仓马 真是长长拼搏 跨季来说这八战 是三冠三亚一季一殿 都没脱过四名 只有一次第四 其实八次里面三冠三亚一季 表现准到没得彈 只不过上场赢不到马金日真情千六 没有路程根据之下 就赢给你们看 不羁的风的马主阳山就说 他说不羁的风今次增加路程跑千六 都是由近两次的骑士 包括上场的莫里拉 和浅长的麦道朗 都是叫他们去真情的 马主受访之前 就是未赢之前 都是有这样去说过的 小弟都报过那条片 他说下次是不是再跑千六 马主华 就交给大摩 我认为这只马 这次赢得都算轻松 他说古贵的马 马日后都是继续有得赢 这么说 喂喂喂 各位声嘎嘎嘎嘎 大摩最后一季 看看下次会不会为这只 不羁的风 都是打王牌上阵 小弟记得是两阶 还是三阶 都打王牌 都是长长拼搏 原来这班马主 赛后之后 都大唱这只哥哥的摩力卡 相信一众马迷朋友 都记得哥哥的不羁的风 摩力卡 因为这个杨山小小 就说已经很迷哥哥 这么说 希望可以跟哥哥的粉丝一起赢马 这么说 说开又说 莫雷拉昨天真是威风白面 不单只梅开三道这么简单 是直接连续发了四炮这么厉害 赢了这只 天地同心 就帮这只马 开了齋 三长的五班千四米 徐玉石这只天地同心 近将都是用齐威心 不论快慢步速都跑过第二回来 这次突然间抛到雷神 果然有夺破了 最终爆了半个冷碗 这只五岁的新西兰自购马 在今天之前 其实是配齐威心 两次都跑第二 这次又由雷神去抓血 欺威心就没有马跑 终于就赢了马回来了 原土就走在后面 直路就发力的时候 一条直路轰轰一声 就赢了头马 赢了半个马位之先 赢了 这只天地同心 就拿到他复役以来的第一场 其实贵内三次进来 都是一贯两亚全入 徐玉石的马都算是准成 赛后马主陈山 和联马斯徐玉石 都对莫雷拉 赞不绝口地说 他说 希威心 我都支持你不住 两次让你跑 打算 sır 那今日被换雷神就赢马了 那有啥可说 那帓雨石说 天地同心 这次出门之后 曾经一度收短 挺好歉雷神 够畸实 疾然 雷晨打開他的胸口 喂! 胸口原來一大隻無 臥膽生無 石仔 他說乾脆將這隻馬 放到來蘭那裏 跟在後面跑 徐宇石說結果在終點之前 及時趕過所有對手就贏了 徐宇石說我認為此驅 仍有進步的空間 各位用支筆抹下他 陳山馬主 陳山有什麼要說 讓你說一下 天地同心說能夠在新精頭 拿到頭馬 我真的感到很開心地說 他說這隻馬換了拉縮操刀 賽前我已經有一定的信心地說 我相信這隻馬仍然可以繼續進步地說 徐宇石說這隻天地同心 盡有進步空間 因為出閘曾經收慢過來 和預計的跑法都有點不同 多贏馬 馬主說可以持續進步 各位信這兩位馬主 要說的就抹下他啦 說開又說 沈集成和李敬國 小弟上季都拍過條片 沈集成很喜歡找李敬國爆懶的 今天那隻白太子原本上場 是捉爭他的 就找潘頓贏了馬之後 今天升上班 就憑著一個步速隊 這隻白太子就比較有理啦 那麼 終於潘先生呢 其實是做到榜可以騎的 那潘頓就選了同場的那隻和平路騎啦 那這一隻白太子呢 就交給潘先生的死對頭 李敬國騎上去 李敬國說 李啊潘仔贏到馬 我不會贏嗎 難道那時候彈我 說隻馬發揮 點點點點 這次我就告訴你 點點點啦 那麼 那白太子就幫沈集成 就連接白太子啦 今天跟著第十場呢 就將這隻勇猛神驅 就利敬國加沈集成 這一個集團團伙 這個犯罪集團團伙 就起個媽媽回來 那真是楊威這個沙田馬場的 那講開又講啦 蘇惠賢昨天全手馬出擊啦 那憑著那隻好鬼死衛食的 後准一擊的衛食格格就贏了馬啦 那至於那些翠狐飛鷹啊 那些這樣的馬呢 都是交到表現的 一圈幾匹的 但是呢 就同日他那隻聖木在林呢 那一出集 帕哥練先生呢 這隻二十五倍的懶馬呢 就一一開閘的時候呢 就昂首向天啊 根本就沒有參與過競賽的 那終於都沒有回水啦 那又沒有回水呢 那當然是緊要啦 但是小弟就奉勸一句啊 這隻馬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蘇惠賢今天有兩隻馬呢 就是一隻這樣的臨場 有些冷門飛素的聖木在林啦 出集有意外 未能配合全日襲擊啦 還有一隻薛恩 不斷在摸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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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 這樣的低班馬 那隻薛恩的低班馬 不斷在操練那隻叫 飆形鐵漢 飆形鐵漢啊 今天執過最差的 擋位十四擋回來呢 就輸八個馬位 這隻馬從未顯示過實力的 今天呢 就有些配備變動之下呢 執了個差檔 輸八個馬位 那其實 那個心目中 會不會是跟蘇惠賢那些 一齊走來搏猛的 因為連那隻鐵膽威龍呢 懶滿都搏到個第四回來的 是不是啊 第一 好啊 記得是好像搏個第四回來的 那就是啦 這隻鐵膽威龍呢 就搏了個第四回來呢 那會不會因為這一 這隻這樣的聖木在林呢 就和這隻這樣的 呃 這個標形鐵漢呢 是不是究竟是配合同一日出擊 只不過一隻呢 就聖木在林呢 就出閘的時候就有問題啦 一隻這樣的 呃 標形鐵漢呢 就是因為 執了個差的檔位啦 哇 如果這隻標形鐵漢 下次的 薛恩仍然都不斷神操的時候 摸著摸著摸著 撿回個漂亮檔呢 哇 會不會真的有些懶滿機會的啊 講開又講啦 田泰安投場啊 騎阿偉達那隻旗下的大熱門啊 哎 威風嵘嵘啊 又是那些田泰安啊 蘇寶羅那些威風系這樣呢 今天那隻三元明露也是啊嘛 備場的必妙性也是啊嘛 明白啦 那麼啊 發揮啦 就認真是媽媽的啦 這隻威風嵘嵘啊 蔡后都被人家走去撿住來 不斷問話啊 出閘又慢啦 沿途走外諜啦 流到頭呢 屁下屁下 好像吃了凡頭丸那樣啦 跟著沿途外閃啦 跟著解話什麼什麼啦 水果又什麼什麼啦 我拿著把刀呢 所以呢 就很喜歡吃水果啦 拿把刀都很合理的 總之就哪有好似狼牙棒 那麼大條道理啊 田泰安都解釋得到的啊 是不是這麼說啊 這隻馬轉彎就用了這麼多力啦 結果回來呢 就1.9倍就 嘚嘚一聲就輸了啦 那麼至於呢 就他田泰安之前 就不斷在那裡執姜 那一隻這樣的自尊大師呢 就 呃 落飛之下呢 就縮程升班都贏馬啦 那麼這一隻這樣的自尊大師呢 今天呢 就 呃 再贏馬一場啦 那麼這隻這樣的威風林林就輸了啦 那麼這隻自尊大師呢 那麼 黑六卡卡三啦 其實真是關於這隻這樣的精英大師的啦 那麼上次贏了五班千四 今天走來縮程升班跑千二 不用擺頭走架 雷神話 等我來表演什麼叫騎馬啦 那麼守住下個靚位啊 你啊 沒斷一枝就贏啊 那麼田雞那隻呢 就輸了囉 好